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疾病 普通感冒 俗称伤风 流感是流行性感冒的解称 我们看 二者虽然名称相似 但是他们的病源及流行特征却完全不同 那么在秋冬季节 当你出现咳嗽 打喷嚏 流鼻涕等等 这样不是的时候 到底是流感还是感冒呢 不用急 等看完我们今天的内容 同学们也可以轻松进行界别 感冒和流感都是由呼吸道病毒所导致的 而感冒的病原体复杂多样 多种病毒 质原体和少数细菌 都可以引起感冒 但是主要还是由比病毒和冠状病毒的感染所引起的 仅仅就比病毒而言 就一百多种 而且每次感冒都可能是由不同的病原引起 病毒也在不断地发生了变异 所以我们一年四季都可能会发生感冒 而流感呢 它的病原体就是流感病毒 人类的流感病毒可以分成甲型 乙型和丙型 它们独立差别非常的大 甲型流感病毒导致季节性流感和流感大流行 乙型流感病毒呢 可以引发季节性流感 而病型仅仅是感染阴幼儿 症状轻微很少会引起流行 感冒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人和人之间的飞沫近距离的接触来进行传播 而流感病毒的传播途径比较多 它也可以通过飞沫进行传播 另外还可以通过和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以及气溶胶的方式进行传播 而且呀 流感的传播可以发生在人和人之间 人和动物之间 以及动物和动物之间 那么如何来分辨感冒还是流感呢 首先对于感冒 我们通常不做病原学的检测 但是流感可以进行病原学的检测 另外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 我们也可以进行感冒和流感的一个简单分别 好 在临床表现方面 感冒和流感 患者都会发生打喷嚏 咳嗽和身体的虚弱 但是流感 它的全身症状更重 而呼吸道症状比较轻微 主要表现为 起病非常急的高热 患者的体温可以高达39度以上 另外患者会有头痛 寒颤肌肉的酸痛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可能会发生细菌性肺炎 以及脑病等等严重的病发症 有可能会导致患者的死亡 那感冒呢 通常来说 它的起病比较慢 那么患者很快 它就会表现为鼻塞 流涕等等呼吸道症状 但是全身的症状不严重 甚至是没有 一般来说 它的病程比较短 五到七天之内 患者就迅速的痊愈了 而且呀 通常不会发生病发症 感冒和流感 都是属于病毒感染的疾病 所以呀 抗生素治疗都是无效的 下一次感冒了 记得不要去吃抗生素了 对于感冒 现在来说 我们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药物 所以一般来说 就是对症治疗 而流感呢 我们是有有效的 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的 抗病毒药物 奥斯塔维等等 越早治疗 坏者的效果呢 就会越好 那么感冒和流感 有疫苗进行预防吗 感冒到现在来说 我们没有特性的疫苗 进行预防 因为它感染病原 种类太多了 而且病毒在不断的发生了变异 而流感 它可以分成季节性流感和流感的大流行 季节性流感 我们是有有效的疫苗进行预防的 一般来说 在流感流行季节来临之前一个月 去接种就可以 对于流感的大流行 我们是没有有效的疫苗进行预防的 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 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发生的时候 是哪一个种类的病毒 导致了这次的流感大流行 所以都是在流感爆发流行以后 才能够确定病毒的抗原类型 从而八个月左右 疫苗就可以问世 那么另外在进行流感预防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采用像奥斯塔维这样的药物 来进行预防性的治疗 此外 对于感冒和流感的预防 我们都要积极地断裂自己的身体 保护好自己的免疫力 因为它们都是属于呼吸道传播的疾病 所以一般预防的手段也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勤洗手 不要去碰患者接触过的一些物品 通过戴口罩来保护自己 打喷嚏咳嗽的时候 把口鼻捂住 在流感和感冒发生比较多的季节 少去人群聚集的这样的公共场所 如果自己生病了 多休息 如果是发生了流感 一定要赶快进行抗流感的药物治疗 好 通过我们今天内容的学习 我想同学们对于感冒和流感 这两种名字相似 但是完全不同的疾病 有了一些自己的认识 现在我们就来小结一下 流感呀 它是一种全身症状重 而呼吸道症状比较轻微的一个疾病 一般来说 起病比较急 患者表现为突发的高热 体温大多在39度以上 会败有严重的头痛和全身肌肉的酸痛 如果是有咳嗽的话 也表现为干咳 无痰 而感冒呢 它的起病比较缓慢 患者会有比较严重的鼻塞 流涕 打碰体 咳嗽 那么咳嗽的话 可能会有黄痰咳出 所以 它是一种呼吸道症状重 而全身表现轻微的一个疾病 那么流感传染性非常的强 而感冒呢 传染性比较轻一些 好 希望大家下一次碰到这样一个疾病的时候 能够很快地自己界别出来 这是流感还是感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